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够语言的视频 今天是第十九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并发编程至斜程 够语言为什么快 因为它天生支持并发 它天生支持并发的编程方式 而且实现的非常的简单 咱们如何快速的实现够语言的并发呢 咱们就要使用到斜程的技术 什么叫斜程 其实它就是线程 但是为什么它不叫线程叫斜程呢 是因为它消耗的系统资源低于线程 以前是这样 以前咱们如果想实现多任务呢 咱们一般都是开个进程 对吧 进程咱们想进程消耗的系统资源 非常的多 对吧 那么咱们就抛弃了多进程 咱们改用多线程 对吧 线程消耗资源虽然很少 但是和斜程比起来还是很多 所以说 所以说 构源推出了斜程的概念 让咱们可以很快速的实现多线程的想法 同时消耗的系统资源达到最少 这个是咱们学习构源中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说今天我给您分享一下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斜程GoRoutines的使用方法 乍一看 好像这斜程挺难的 是吧 其实不是 在构源中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一行代码就搞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代码实战的部分 一上来package包 这个没说的 对吧 然后咱们input几个系统的酷 这个一会儿咱们会看到怎么使用方法 接下来咱们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say hello的函数 问好函数 对吧 然后我这传进了一个名字 我传进来谁 就向谁说一声hello 可以吧 然后大家请看 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做了一个负循环 循环五次 然后分别打印出hello 谁谁谁 然后给一个锁引的ID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稍微稍微的 花一点点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它循环了五次 几乎相同的代码 对不对 尽管是后面这个ID 每次输出的内容不一样 好不好 这个咱先执行一下 看看它的效果 好 咱马上开始 我在本地给您建一个mango 这个没问题吧 好 然后考上咱们的基础代码 一上来package包 这个不写报错 然后input没说的 然后把咱们的say hello 考过来 好 接下来写咱们的主函数 主函数 咱们一上来先 大家请看 一上来的这三行是干什么的 这三行是清除掉 咱们终端上面多余的信息 好不好 这是我第一次给您使用 您可以把它加到您的本地当中去 好 清除完终端的信息之后 大家请看 同步执行函数 咱们刚刚定义了一个say hello 我传立抠码的参数 那么会打按住hello抠码 对不对 咱们拷贝过来 准备实验 然后关上大括号 存盘退出 好 注意看 我敲go runman运行它 咱们大家看 为什么 为什么 是因为 这个构源中 它非常的严谨 如果这个包您没有用到 它会报错 而不是给警告 构源的特色之一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当咱们执行的时候 它会把系统的屏幕听空 同时输出 12345 没问题吧 OK 这个是同步调用 对吧 同步执行函数 那么同样一个函数 我不做任何的修改的前提下 我能不能做一步执行呢 当然可以 咱们大家往下看 这就是构源强大的地方 咱们就想构源的关键字 够 你看看 它就是够吧 然后咱们再跟上咱们执行的 刚刚执行的那个同步的执行函数 它就把这个同步执行的函数 变成了一步执行 就这么强大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咱们这加一行 Hello 小马 可以不 可以不 但是咱们是用这个 协程方式执行 我拷贝到咱们刚刚同步函数执行的下方 拷贝过来 存盘退数 咱们看看运行结果 明明是一个同步函数 结果让它生生的变成了一步执行 大家请看 我代码刚才可是拷贝了 对吧 但是为什么没有出来 Hello小马呢 为什么 大家请看 我代码在这呢 对 因为它是一步执行 一步执行 意味着 咱们主线程 不等这个函数执行 结束 就继续往下走 那么继续往下走 咱代码呢 就结束了 就退出了 所以说 咱们say hello小马的代码执行内容 您是看不到的 那么该怎么做 这用到刚刚咱们的time这个函数 对吧 刚才我把它屏蔽起来 现在还得把它打开 干什么 咱们让咱们整个系统呢 等待一秒钟的时间 那么这一秒钟 我这个函数肯定能够执行完吗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 等待一秒钟 我在最下面拷贝上 等待一秒钟 刚才man 刚才咱们不是man啊 刚才那个time被屏蔽掉 咱也把它打开 然后存盘退出 注意看 这样的话 它清掉屏幕之后 先执行同步函数 Hello comma 然后一步执行 Hello小马 对不对 咱们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然后等一秒钟退出 没问题吧 感觉到了吧 咱们一个同步函数 如果想它一步执行 就是这么的方便 好不好 然后是这样 我呢 这儿仅仅给您执行了 一个一步函数 您看不出效果 对吧 咱们多执行几个 你就发现 它们其实没有前后顺序 好不好 比如说咱们再执行一个 Hello iPhone Hello iPad Hello Swift UI 可以吧 试一试 编辑一下 拷贝到C的下面 小马的下面 存盘退出 这几个可是一步执行 咱们在拷贝上 我这个备注 我是比较强调备注的 OK 存盘退出 再运行 不好意思 再运行 咱们现在是有四个 一步执行的函数 同时执行 会有什么结果 它的顺序一定是不能保证的 对吗 先执行谁都可能 这个根据您系统的不同 大家请看 它先执行了Suite UI 再执行iPad 再执行小马 再执行iPhone 大家请看 跟咱们顺序 根本就不知道咱们先执行什么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并发执行 它是高并发 够原的强大 就在于它支持高并发 对不对 咱们再执行一次 再来一次 每次的执行效果 根据您的机器不同 它可能会不一样 大家请看 这个DZUI 这个UI第二小马了 第三个是iPad 最后一个是iPhone 对吧 它每次都不一样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它并发 没法控制谁线谁后 对吧 谁线谁后都有可能 同时大家请看 刚刚我给您 一步执行 是一个定义好的 声明有明确接口的函数 对吧 其实它还可以执行 一命名函数 怎么执行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匿名函数 什么叫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一般用于臂包 对吧 匿名函数就说 没有函数 名的这么一函数 或者叫阴烂函数 都可以 在这地方 我声明一个一名函数 然后执行 如果我不加够的话 这样的话 会执行一个匿名函数 但是是同步执行 咱们加上一个go 让它呢 一步执行一个匿名函数 怎么说 可想照口令 试试 口碑过来 注意看 然后我口碑到最下面 虽然我口碑到最下面 但是它可不代表 就在最下面执行 咱们注意看 最后这个匿名函数 我传是 this is a 我这传一个license 什么 这是一个license 这是一课 对吧 好 试试 试一试 因为咱它会自动清平 所以我就不clear清平了 咱们大家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虽然的匿名函数 我在代码中 写在最下面 但是呢 它却执行在了最上面 对吧 再整一次啊 这是根据您的系统不同 我每次执行效果是不固定的啊 ok 这个就是简单的够语言中 咱们怎么说呢 并发编程的斜程的使用方式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您呢 一定要掌握 您会有并发的编程的knowhow的话 您才就要真正掌握了够语言 好不好 今天呢 我把这期视频的分享给大家 有兴趣朋友呢 您下载我的代码 实际跑一下 看看吧 ok 今天的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就是这个网址了 好不好 ok呢 下面呢 是我小马视频频道官网 有兴趣朋友呢 也可以访问一下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